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在2020年9月21日的時候 38歲的俄羅斯國寶級超模納塔利.沃加諾娃 帶著5個孩子和相戀了9年的LV太子安駝萬.阿爾諾 在巴黎市政廳領證了 終於成為了真正的太子妃 雖然兩人愛情長跑了近10年 還共同孕育了兩個娃 納塔利也早就是公認的LV太子妃 但這儀式感滿滿的一步 還是讓全世界看到了首富家對這個兒媳全盤接納的誠心 領完證的兩人從市政廳門口出來 親朋好友家道撒花慶祝 簡單又不是甜蜜 從灰姑娘到太子妃 納塔利.沃加諾娃的一生比電影還要精彩 納塔利的人生開場 拿到的是最卑微無助的爛牌 因為父親在她2歲時就拋棄棄子 她從小和母親在俄羅斯的邊陲小鎮相依為命 除了幫忙母親擺水果灘維持生計 還要照顧兩個分別患有自閉症和腦癱疾病的妹妹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說的還真沒錯 出生於貧民窟的納塔利小小年紀 就已經學會了從容面對生活的艱辛 還有一顆積極樂觀的心 也是因為這段經歷 大家都叫她水果納 談及這段時光時 水果納總是笑著說 對於賣水果這份工作 每一個環節我都很熟悉 那時的我真的很棒 雖然經濟上很窮 但納塔利的精神上卻很富足 外祖父母經常帶她去看喜劇 讓她學芭蕾 可以說是一個被藝術熏大的孩子 14歲時 納塔利和朋友合夥開了水果店 貼補家用 靠著賣水果 有了經濟收入之後 第二年納塔利就去上了模特兒學校提高自己 第一次命運轉折 在她17歲時來臨 一個法國模特經紀人發現了氣質迷人 身材較好的納塔利 但給她開出了一個極為苛刻的條件 在三個月內學會英語 就有機會去巴黎 看見生活曙光的納塔利 不顧一切抓住了機會 成功拿到了去巴黎的門票 開始在國際時裝舞臺 展露頭角 她那張有著極高辨識度的娃娃臉 一度引領審美風潮 讓她一躍成為時尚圈的闖兒 她身上特有的風情萬種的性感 以及天真與魅惑的結合 不禁讓所有人著迷 連TF品牌《創始人》都成了她的粉絲 對她贊不絕口 這個女孩連看人的方式都性感的要命 事業上柳暗花明的同時 讓納塔利的傳奇愛情也開始上演 19歲的納塔利在一次宴會中遇到了人生的第二個轉折 英國貴族的後裔賈斯汀·伯德曼 兩人一見清心 納塔利也由此開始了她的第一段婚姻 伯德曼的家族是英國最顯赫的家族之一 與王室沾親戴故 她本人相當於第十代伯德曼子爵 擁有17.2億英鎊的財產 按照這劇情的發展 完全就是灰姑娘遇見了王子的節奏 在兩人相識的不久之後 納塔利和伯德曼就在聖彼得堡的王宮裡 舉辦了盛大的婚禮 並在禮成之後 邀請所有賓棚在王宮唱完了三天三夜 一見鍾情又迅速閃婚的王子公主 讓人們看到了愛情最美好的樣子 19歲結婚生子 對一個模特來說 很有可能讓職業生涯終結 但納塔利絲毫不畏懼 反而覺得自己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因為自己一直都想要孩子 即使是懷孕7個月 她都沒停止工作 挺著大肚子還為時裝品牌拍攝宣傳片 她說 強大和美麗毫不衝突 甚至是美麗的來源 婚姻 孩子 事業 她都要 然而 這段童話婚姻的劇情最終還是走向了滅亡 據外媒報導 伯德曼在一次投資失敗後家產耗盡 備受打擊的他變得既好賭又濫情 忍無可忍 納塔利最終選擇在2011年帶著三個孩子逃離王室 就在人們為納塔利挫敗的婚姻倍感惋惜之時 三個月後 她卻出其不意地公開了和全球最富有的奢侈品集團LV太子爺安東尼的戀情 也許有人會說 納塔利能擁有如此傳奇的人生 一定是被幸運之神親吻過 殊不知 她為了逆天改命到底有多貧 或許因為出身貧寒的原因 納塔利兩次嫁入豪門 卻始終抱有強烈的憂幻意識 她當年與博德曼結婚入主王室後 人們都以為她會告別模特權 安心當貴族太太 但事實是 當她第一個兒子出生僅6週後 就火速恢復身材 重返T台 產後的納塔利多了一絲成熟的韻味 在秀場上火力全開 以最高身價一舉拿下CK的8年合約 這個記錄至今沒人能打破 她也因此被稱為CK女孩 2007年 納塔利宣布退出模特界 開始學設計自創品牌 在當年那個Valentino春夏高定的T台上 已是三個孩子媽媽的她 以一場精彩絕倫的告別秀 再次驚艷了世界 如此不服輸的衝勁 加上她有顏 有身材 還有獨特的氣質 也難怪LV太子對她一見鍾情 在與安東尼相戀三年後 納塔利為她生下了第一個兒子 當時的安東尼激動不已 擴泰生子向來是母貧子貴 不僅有豪車洋房的獎勵環繞 也是讓自己順利成章 福勝的最佳契機 可納塔利再次暴露了自己仙女外表下那女漢子般的內心 她不僅沒爭強屬於自己名分 還在生孩子20天後就又踏上T台 為自家品牌開始走秀 可以說 從19歲開始 納塔利身邊一直有男人可以依靠 但她從沒有因此放慢腳步 而是一直活躍在時尚圈 打拼著自己的事業 2012年 納塔利入圍福布斯最富有超模排行榜第三名 2015年的福布斯全球最賺錢超模榜單上 她又以年收入700萬美元還在第五名 到了2018年 她的年收入已經達到860萬美元 不僅事業上永不止步 納塔利對自己身材的管理也一刻沒有放鬆 2019年時 納塔利在印字上發表了一張和17歲大兒子盧卡斯的合影 讓大家瞬間就不淡定了 十年37歲的納塔利和兒子站在一起 竟然像是一對情侶一般 而且年齡看起來反而顯得更小一些 兒子已經長成帥氣的大男孩 而自己依舊容顏未改 女人們夢寐以求的也不過如此吧 顏值 身材不掉線 事業上頻頻創新高 這或許也是讓納塔利的婚姻保鮮的秘訣 在納塔利2019年過生日時 安東尼在社交網站上傳了兩人的恩愛照片 並配文寫道 八年過去了 你依然讓我經驗 給我鼓舞 所有努力和無數個月的工作壓力都是值得的 如今 提到LV集團的富二代們 除了已經入住家族集團董事會的大姐戴爾芬‧阿爾諾之外 最讓人津津樂道的還是納塔利這個兒媳婦 憑藉自己的美貌容顏和傳奇經歷 納塔利儼然已經成為LV家族集團一張最耀眼的名片 在印斯擁有230萬粉絲的納塔利 是為家族事業助力的流量擔當 從她的貴婦衣櫥裡隨便拎出家族品牌的一件衣服換上 在印斯發表出的照片都是絕佳宣傳 在2018年世界杯開幕式上 納塔利在萬眾矚目之下 護送大力神杯到場 她手裡提著LV的箱子 身上穿著當時剛剛發布的LV2019早春系列新款 為LV打了一場最高規格的廣告 她本人舉手投足間的優雅和美貌秀翻全場 也被俄羅斯網友狂讚她 代表了國家顏值的尖峰 2020年8月 當她登上WORK中國版雜誌封面時 一身迪奧1947年的穿搭 讓迪奧經典的New Look復古風瞬間重回時尚的巔峰 為家族代言的同時 納塔利也懂得如何為家族賺口碑 因為出身貧寒 做慈善始終是她經營事業之外最熱衷的事情 她在俄羅斯成立基金會 每年都會組織募捐活動 為那些生活在貧困中的孩子們建造兒童樂園 並且為了幫助和妹妹一樣的腦癱兒童 她還親自跑馬拉松為這個群體募捐 前年巴黎聖母院失火震驚全球之時 太子爺安東尼代表LV集團捐出2億歐元 幫助巴黎聖母院再後重建 納塔利作為家族代表 也陪同前往 可謂是賺足了眼球 雖然納塔利和安東尼相戀近10年都遲遲沒有領證 這也一度讓人們議論紛紛 後來更是為LV太子生下第5個孩子 被外界稱為生育機器 但強悍的王者從來都不靠一紙婚書 在接受雜誌採訪時 納塔利曾針對此事做出過回應 無論我們是否領證結婚 我都相信她是我的丈夫 結不結婚的又有誰在乎呢? 如今這份姻緣終於被賦予了法律意義 也讓納塔利真正成為這個家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2017年納塔利踏上模特生涯20週年之時 某雜誌曾特別為她打造了專刊 封面標題就是Having it all 中文解釋為擁有一切 完美詮釋了納塔利人生贏家的狀態 年僅38歲的納塔利擁有比電影還精彩的人生 他從水果攤販 逆襲為俄羅斯國寶級超模 從單親媽媽晉升LV集團太子妃 兩次嫁豪門卻始終經濟獨立 現在甚至成了LV集團一張最亮眼的名片 最重要的是 在納塔利跌宕起伏的人生劇情中 沒有心機爭鬥 沒有狗血上位 有的只是她把一手爛牌打出王炸的勇氣 王者無敵 願一往無前的納塔利永遠活得燦爛熱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